第687集 一场梦 我是那么的爱你 你却背叛了我 跟一个汉人好上了 我也只是打了你一下 你就用自杀来报复我 我也不知道 在这冷冰冰的灵屋里 睡了多少年了 上千年了 我说李王子 咱能不能商量一下 你认清现实好不好 莫小鱼再次打断了李源日的话 他觉得任凭这家伙胡说八道下去 自己不被冻死也被他吓死 我说过你给我住口 我知道 你是想激怒我 这样你就可以很痛快的死了 但是我告诉你 没那么简单 你给我等着吧 李源日阴森森的笑道 莫小鱼看了看脚底下 索性蹲在了地上 一方面呢 他真的是累了 也饿了 坐在地上可以保持体力 另外一方面 他发现自己身边 这三个僵尸不会弯腰 自己倒在地上 倒还可以多挣扎一会儿 此时啊 李源日在浴冠上抚摸了一会儿 然后将自己的脸贴在了浴冠上 莫小鱼目不转睛的 在看着这个家伙在搞什么鬼 从莫小鱼坐在地上的这个角度 莫小鱼是看不到他的脸色的 但是却能看到他在不停的摆弄着这口浴冠 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 虽然看不到这个李源日的脸啊 却能看到在他的脸接触浴冠的时候 他的头上开始冒起了一股股的雾气 像是在极寒天气里人们哈出的空气一般 我靠 这么冷啊 看来这浴冠也很寒冷了 莫小鱼内心嘀咕道 莫小鱼站起身 慢慢地走上高台 此时李源日抬头看向了莫小鱼 莫小鱼吓得差点跪在了地上 因为此时李源日的脸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具体的变化是 他的脸成了阴阳脸 一半和正常人差不多 有血有肉有表情 而另外一半脸 则依然是和刚刚一样的僵尸脸 是不是很可怕 啊 不要怕 一会儿就可以和你一样了 李源日看着莫小鱼音笑道 这关子还有这功效的 美容养颜效果不错啊 莫小鱼伸手抚摸着浴冠说道 但是 这浴冠和看起来有很大的差别 莫小鱼的手摸到浴冠时 感觉到的不是刺骨的冰凉 反而是温润如少女的手 细腻光滑 甚至有了一种人体的温度 莫小鱼闭上眼感受了一下 果然不错 想了想自己的那些女人 心里不禁一阵哭出 哎呀 看来自己是没福气 再和他们继续下去了呀 自己今天也许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呀 还有自己的父母 想到这里 不禁悲从心中来 眼泪一滴一滴的落到了浴冠上 长叹一声 睁开了眼睛 再看李源日时 自己面对的居然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美男子 因为李源日是胡人 按照现在的说法呢 那就是混血男子 真的很不错 我果然没猜错 他要等的就是你 李源日望着莫小鱼说道 啊 莫小鱼不明白他到底什么意思 他自杀前 曾留下一书 要求国师将他的魂魄封在体内 用这口玉冠保存起遗体 他相信终有一天 你会来找他 但是却狠毒的让国师 把我的三魂七魄 抽取九分 留一分让我不死不生 既不能投胎也不能存活 这就是他对我的诅咒 李源日看着莫小鱼的手说道 莫小鱼吓了一跳 以为李源日向中了自己的手呢 我靠这个不行啊 自己还指望着用手吃饭呢 没有手怎么做话 怎么卖钱啊 但是当他看向自己的手时 却结结实实的惊一下 要不是今天惊的次数太多了 说不定这会儿也会被吓到 因为他发现隔着不是很透明的玉冠 有一只手和自己的手有些许的重合 而且手指上还带着不少的金饰 但是这玉冠里不是那个什么柔家公主吗 我靠怎么会又炸事了 莫小鱼赶紧离开了玉冠 李源日笑笑走到了玉冠的头部 向下推开了玉冠 玉冠里面冒着丝丝的雾气 等到雾气慢慢散去之后 李源日走到了玉冠的旁边 看向玉冠里 莫小鱼也没敢靠近 但是李源日却朝他招招手 示意他过去看看 他以为即便不是骷髅 也是和李源日一样的僵尸吧 但是恰恰相反 看到的却是一个绝色美女 躺在绫罗绸缎和洁白的珍珠中间 头戴凤冠 朱唇微起 眉宇间有一种淡淡的忧郁 因为这也是一位胡人公主 所以鼻梁高挺看起来煞是好看 莫小鱼此时呢 只顾着欣赏美色 却忘了这是一句死吃啊 你看看我 就在莫小鱼看得起劲时 李源日说道 莫小鱼也没在意 一抬头 看到李源日深邃的目光 因为他此时已经不再是一个僵尸的脸了 看起来是一点都不恐怖了 反倒有些亲切 但是没有注意到 自己已经中了他的圈套 他美丽吗 李源日问道 美 真是太美了 她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女人 莫小鱼赞不绝口地回答道 既然如此 你怎么不去牵她的手呢 她正在等着你 李源日耐心地引导道 莫小鱼稍微犹豫了一下 终于弯下腰 将她的手握在了手中 没有任何的僵硬和正常人一样富有弹性 莫小鱼甚至感觉到这就是一个美女的手啊 在她的心里 她不再像死尸了 她曾经是你的恋人 但是却不能违抗皇命 不得不嫁给一个不喜欢的人 你 难道不难受吗 你的心里不痛苦吗 李源日继续问道 这莫小鱼啊 其实还是个感性的人 从她对她的那些女人身上也能看出来 每一个都是用情至深啊 但是 却有那么博爱 一想到自己的恋人 曾经不得已做了别人的妻子 这莫小鱼啊 嘿 悲从心来啊 眼泪啊 又啪啪往下掉了 李源日此时看的不再是莫小鱼的脸 而是数着有多少泪滴掉在了完颜柔家的脸上 当第十滴眼泪落满了完颜柔家的脸时 她握住莫小鱼的手忽然间变得有力量了 也正是这一握 把莫小鱼一下子给钻醒了 自己刚刚啊 哎呦 就好像做了一场梦 一低头看到自己手里正握着玉冠里的那个女人的手 立马把她吓得是灵魂出鞘 感谢大家